今天又让宋爷来着 这长满竹笋的草坪 对宋爷爷来说 简直就是天堂 此时 宋爷爷的双手 已经蠢蠢欲动了 宋爷爷没有墨迹 赶紧采摘了两根新鲜的竹笋 给乐宝送了过去 乐宝坐下后 丝毫没有犹豫 拿起大竹笋 直接开垦 乐宝吃着竹笋 宋爷爷在旁边不断地碎碎念念 乐宝为了让奶爸不那么尴尬 还侧过身来 回应着奶爸 竹笋虽然看起来比较大 但乐宝仅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就给竹笋吃完了 看完乐宝的吃播后 宋爷爷来到了爱宝的房间 爱宝看到有竹笋了 手里的竹子也不吃了 开始享用奶爸给的竹笋 同时 这天还是韩国的儿童节 韩国的儿童节 与我国的儿童节不是一天 韩国的儿童节 是每年的5月5日 宋爷爷爷为姐妹俩准备了小礼物 是宋爷爷清水制作的竹子滑摆车 这是姐妹俩出生以来 过的第一个节日 自福宝离开以后 第一次重新营业 给宝家制作玩具 看着竹子滑摆车的脉小 宋爷爷完全可以干个副业了 在爱宝乐园 摆摊卖宝家从而不去 根本不用再出什么周边 这用竹子做的玩具 对姐妹俩来说 不仅可以玩 还可以用按摩牙 而且也不用担心甲犬超标等问题 因为竹子都是纯天然的 喂宝玩耍了一会儿 有点累了 一屁股坐在了滑摆车上 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滑板车好像出事故 而辉宝这里 那滑板车 有点过于喜爱了 都不知道怎么玩好了 在辉宝对滑板车 不断地同逆下 滑板车很快就质力破碎 不过这同时 也给宋爷爷提供了 满满的情绪价值 因为自己做的玩具 受到了姐妹俩的喜欢 这比什么都重要 而且 这也让宋爷爷 有了继续创作 喜欢这种动作 晚上下班时 宋爷爷来到园区 接姐妹俩回家 此时 瑞宝为了追逐爷爷 头也不抬 路也不看 追着爷爷 就跑进了通道 想必 这也是送爷爷 最轻松的一次收雄了 此时 瑞宝看到爷爷和姨母 纷纷都从自己身边离开 心想 嘿嘿 爷爷和姨母 都不跟我玩 这下就别怪我了 灰宝扒着小独木桥 走到一半 感觉不对回头查看 看到瑞宝离树顶不远了 紧急掉头 又走了回来 正马上下班了 将爷爷也不想 给自己徒增工作 因为自己一把年纪了 也不能像宋爷爷一样 爬到树顶抱起妹妹 将爷爷赶紧抓住 快要爬到树顶上的瑞宝 给瑞宝夜窝挠养 瑞宝养得受不了 只好爬了下来 瑞宝对爷爷讲 你最好在这里陪着我 你要是离开 我就爬腹上 瑞宝这里 分明就是吃醋了 不想让爷爷去找妹妹 只想让爷爷陪着自己 瑞宝躺在小木床上 享受着爷爷爷按摩的样子 别提多安逸了 这从小喜欢上爷爷按摩的瑞宝 怕是以后回国了 也戒不掉 而瑞宝这里 也有在享受按摩 不过圣妻阿姨的按摩手法 看上去就没有将爷爷按摩的舒服 圣妻阿姨 如果想让姐妹俩 喜欢上自己的按摩手法 还得多加练习啊 不过对于瑞宝来说 这就已经很满足了 瑞宝从小就展现出了 爸爸乐宝 那一副不值钱的样子 只要有人陪自己玩 自己就开心得不得了 不过这同时说明 瑞宝是像爸爸一样 性格开朗 更加亲人 而现在圣妻阿姨 也渐渐有了 随时拿出手机 给姐妹俩拍视频的习惯 随时记录 姐妹俩可爱的瞬间 这样不仅可以把自己 每周的视频内容 做得更丰富 还可以给宝家粉丝们 分享一些瑞宝和瑞宝 平日里的细碎小事 这时瑞宝 也享受得差不多了 将爷爷先抱起瑞宝 给其带回了家 此时瑞宝 对于回家 也没有了怨言 因为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回家再去喝点盆盆奶 又是美美的一天 而瑞宝这里 不想好好走路 就这样 一直抱着一一的大股 拖着走 屁股都快磨出火花了 瑞宝真是把爸爸的 搞笑基因 一点不辣的 全遗传过来了 没有瑞宝 瑞宝 在妈妈说明自己下班 现又有爱宝下班时 强制带上姐妹 昨天瑞宝自己玩耍时 听到通道门口传来声音 看到宋爷爷出来了 连想都没想 最马爬起来去追爷爷 虽然瑞宝小腿倒动得很快 但是奈何宋爷爷腿肛 宋爷爷转身走进门 立即不关上 瑞宝被卡住了小宝 生气的瑞宝 看到这时通道门还开着 一气之下 跑进通道门 而此时的瑞宝 转头发现 园区只剩自己了 想了想自己也跟了上去 这次搜寻 是有史以来 宋爷爷最省心的一次 另外 最近姨姨们可以看到 艾宝在园区睡觉时 不在床上睡 而是喜欢睡在饮水盆旁 其实是因为 这个地方有个空调 从一旁晃动的竹叶 就可以看出来 艾宝感觉这个地方 比较凉爽 所以喜欢趴在这里休息 因为瑞宝和辉宝的原因 艾宝的室内园区 现在还没有 给冰床搬回来 是怕姐妹俩 偷偷睡冰床 着凉闹肚子 而乐宝这里 已经早早地就小时上 而今天艾宝下班时 艾宝宛如觉醒了灵智 主动走到通道门口前 像是在跟奶爸和姨母交代 表示自己今天帮忙收雄回家 然后便转头 走向了姐妹俩 选择了离自己最近的灰宝 之后连推带 也期待到了通道门口 打算强行给灰宝带回去 看得出灰宝从头上抗担 但是被艾宝压在身下 毫无办法一动都动不了 灰宝虽无谋 但是体力明显充足 看到妈妈一放松警惕 就跑了 艾宝见灰宝 走回去 又将树上的瑞宝拖了开 但是这次爷爷和姨母 没有跟艾宝配合好 迟迟没有给艾宝开门 最后 瑞宝和灰宝都从艾宝 不过宋爷爷看到后 为了表扬艾宝 给艾宝带来了一根大竹笋 艾宝此时坐在通道门口 吃着竹笋 都还在催促姐妹俩赶紧回家 别让爷爷担心 艾宝真是越来越让爷爷 和姨母赏心了 这个姨姨带着自己的孩子 来看福宝 结果被福宝生成气了 一下忘了 有了主持人的帮忙 这下姨姨就可以放心地 拍摄福宝了 主持人也没想到 来找姜爷爷录节目 自己成功了 而这时姜爷爷刚来 结果 福宝又给爷爷爷转上火 姜爷爷这里 只能暂停录制 虽然主持人被遗留在了园区 不知道两个主持人等了多久 姜爷爷才来到录影棚 这次主持人收集了 许多韩国仪仪们 想要问姜爷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重磅问题 那就是瑞宝和辉宝出生后 姜爷爷有没有涨工资 这一下给经验丰富的主持人 多点贪 因为姜爷爷和宝家 是相辅相成的 谁离开谁都不行 姜爷爷离开宝家 就像老子和 那女厨师 就像姜爷爷的节目停了 没有人能再拍出姜爷爷 那幽默的风格 也只有姜爷爷 才能和宝家发生 这不一样的事情 同样的 姜爷爷离开宝家 也会慢慢没有了流量 更不会再像现在 这么多人困住 所以姜爷爷不会理直 而粉丝们之所以会喜欢 宝家和姜爷爷 和饲养员对大熊猫 这无微不至的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